抗衡中共,环太军演首邀此国参加将中共排除在外,来自美国,智利,秘鲁,法国和加拿大的海军舰艇,参加2018年的军演,2018年的环太平洋军演已经在向威夷群岛拉开序幕,并将持续到8月初这次军演,最令人瞩目的就是中共的被缺席。 与此同时越南首次在环太军演中,露面分析人士认为,越南参加环太军演值得关注,因为这显示美国是在联手亚太国家,抗衡中共在亚太的影响力。 越南首次被邀请参加环太军演,美国海军6月27日,启动了两年一次的全球规模最大的海军演习,环太平洋演习。 演习将持续到8月2日,参加今年环太军演的兵力,包括来自26个国家的2.5万人,52艘水面舰艇和潜艇以及大约200架飞机参演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文莱、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 以色列、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荷兰、新西兰、秘鲁、韩国、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汤加、英国、美国、越南、习中越南、斯里兰卡、巴西和以色列是首次参加军演美国智库CNA海军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柯瑞杰、 Roger Cliff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环派军演的本意,是美国联手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进行海上演习非民主的越南的参加,尤其意味深长,特别是在中共被取消邀请的情况下,他们在亚太地区并且距离中国很近,作为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美国一直试图发展关系来平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 正因为这一点越南虽然不是民主国家,也参加进来了根据越南国防部的消息,越南将派出八名海军官员参与今年的演习,不派出传至美国星条旗报报道说,将越南纳入环泰军演,是美越养军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一步,美国是越南唯一一个潜在的平衡力量,比喻中共试图主导东南亚,特别是南中国海的企图 2016年以来,美越两军关系得到加强,2016年美国解除了向越南出售致命性武器的禁令 2018年3月,美国航母时隔41年后,再次停靠越南港口,日本外交官杂志的文章说,越南也是美国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重要伙伴 除越南外另有6个东南亚国家参加了今年的环泰军演文来,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 美国虽然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并不是第一参加环泰军演,但是是第一次向环泰军演派出舰 美国多余特种部队首次参加演习环泰军演,通常包括救灾,两栖作战,反海道,导弹射击,扫雷,海上安全,反弦战和防空作战等课目 根据美国军方的消息,美国多领域特种部队将帝一次参与环泰军演习 在实弹演习的过程中,多余特种部队将发射海军打击导弹接沉海上的船只 另外空军飞机也将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美国大众机械 的文章说,新型远程反舰导弹很可能由美空军必以避轰炸机发射 这种导弹是美国海军为应对日益强大的中共海军研发的 而日本则迫切希望证明,部署在岛屿上的反舰导弹能够对经常通过日本专属经济区的中国舰队产生压力 陆军部队发射海军打击导弹 表明地面部队可以部署到海岸线或岛屿上将敌方舰队拒止在周围数千平方英里的海洋之外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援引中共专家的话说 环太演习中,相当大比例的课目是针对中国的 中共被排除在环太军演之外 5月23日美国国防部决定取消对中国参加下个月环太平洋国际军演的邀请 美国国防部官员说这是对中共继续对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做出的初步反应 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发言人海军陆战队中校克里斯托弗罗根 克里斯托弗罗根,克里斯托弗罗根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上 继续军事化只能增加紧张关系并导致区域的不稳定 作为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继续军事化的初步反应 我们取消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 参加2018年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中国的行为 与环太平洋军演的原则和目的不符 中共此前参与了2014和2016年的环太军演 据称中共同时派间谍传监视军演